给大家看看我的队伍首先是光追 然后命座呢都是零命的 然后到考不考的队伍 光追 然后命座也是全部都是零命的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黄 今天新的混沌回忆开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首先这次给的争议呢是会出现一个铺满 你把铺满杀掉过后呢 我们可以马上提前行动 如果我们把他的弱点击破掉呢 他会直接死掉了 不一定要把他的血打空 每杀死一只铺满呢 我们可以得到攻击力和击破特攻的提高 最多跌加五层 然后这次的混沌回忆从第七层到第十二层呢 全部我都是用这个追击队伍 还有持续伤害队伍来打的 然后我个人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第十二层是比较难的 因为有银子 还有这三只合体怪 第十层呢上半我是用持续伤害队伍了 打完过后呢是用了三个回合 下半的卡布卡队伍呢 一样也是用了三个回合 结束是在24 然后第十一层呢改变了一下顺序 持续伤害队伍呢在上半间 结束的时候呢是用了两个回合 然后到下半间的追击队伍呢 是用了三个回合的 所以是在25结束 然后第十二层呢又改变了一下顺序 追击队伍放在上半间 结束的时候呢是用了四个回合的 然后下半间的卡布卡队伍呢 打完的时候呢是用了五个回合 所以是在21结束 然后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输出手法 首先是所有队友叠buff 杀金可以按两次秘技这边 最后使用克拉拉的秘技 第一波这里呢使用资格鸟的战机 先叠一个buff 好这里打到克拉拉很好 出发追击 再来一次追击 追击 然后把托帕的大招放出来先 你再打到托帕可以回能量 不会浪费掉 好杀金这边补一个战机 因为看到大家的这个盾量有点少了 后面还要对付银子 所以要保护大家的血量 然后这边有一只鱼还是蛮方便的 因为把鱼杀掉过后呢可以减防 把克拉拉大招开出来 好这边开一个战机 然后我们又可以再行动 因为把猪击破掉了 然后我直接把资格鸟大家放出来 好这里克拉拉打一个普攻就好了 省下战机点 普攻 然后杀金开大招 这边选择击破这个惊人 因为他会控我们有点麻烦 好托帕 按一个战机 可以多点能量 追击 好鱼死了 好普攻 打我们 没事没有被控到 好把他杀掉就安全了 这只是白送的 不用怕了 他控不到我们 最多是给我们上风化而已 拖帕还大 小猪不用特地去理他这里 我们开个战机 放心打那只怪就好了 追击 再来一次 好行动 开战机这里 准备我的大招 这边普攻 普攻 留战地点 好杀金这边呢也选择普攻 好结束了 好然后到纯美骑士 这次的银子 这边直接开大招 这边直接开大招 给我们一个护盾 叠一点点 好这里选择继续放普攻 这个鸟这里呢 我选择放一个战机先 先不要开大招先 等我的队友行动完过后先 我再开大招 好 拖帕这边 放一个普攻 克拉这边 放一个战机 把大招开出来 好等银子打了我们一拳过后先 反击 然后资格料马上开大招 因为下一个行动的是战杖 所以开大招给战杖 加一下攻击力 好拖帕这边放战机吧 克拉这边放个战机 小猪佩奇掉下来了 然后在那边打普攻 反击 来反击 把大招开出来 杀镜丢大 好普攻 这边选择普攻 开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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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三进 杖杖冲上来 好 第二条血 来打我一拳 来 哎呀还不打 普攻 然后普攻 把盾拿掉 放击 放击 你来呀 再来一次 好像要补护盾 要补护盾了 我头怕要去世了 开个战机先 大招开出来 打我反击 我要死了 我头怕要死了 快点开大招 怕死 把杀镜拉上下来先 再补护盾我要死了 补个护盾吧 开大招 好 八成 再追击 再补一点护盾 头怕护盾满掉了 安全 稳稳的 好 打一拳 反击 再见 好 然后到下半截的队伍 也是全员叠buff 最后是用卡夫卡密剂进入 因为挂持续伤害 挂挂这边呢 我选择普攻 触发一个追加攻击 会有点能量 这边选择把战机放在中间 因为可以击破那个小猪猪 马上可以再行动 再来放一个战机 先不妨开大招 我们先减一个防 再来开大招 这样子收益比较高 然后卵梅普攻 追加攻击掉下来 然后开大招 好 这里霍霍呢 就要补一个战机的 因为我怕死 然后开大 加攻击力 然后一个战机 然后这边选择普攻 然后开大招 这个队伍要小心控制战机点 因为战机点可能会不够用 尤其是软霉的这个增伤 要注意看软霉的底下 那个蓝色的点 剩一个了 就要注意看看你的战机点了 可能有些时候 卡夫卡要选择开普攻 因为你卡夫卡把猪猪击破下来 能力再行动 你不能够一直开战机 要不然战机点会不够这个队伍 这边选择普攻 但是获获还是蛮关键的 因为后面会抑制上我们那种 DOT的持续伤害 如果你没有获获的话呢 你可能会 身上跌着很多持续伤害 很容易会暴毙 好 这边放一个战机 结束了 好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还没有死 获获一个普攻 结束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 最左边那只怪吧 比较麻烦 他会一直持续伤害给我们队友 行动因为把猪击破了 所以这边有打一个普攻就好了 省一下战机点 这边先减一个防 然后霍霍这边呢 补一个战机 好 染妹这边普攻就可以了 出发追加攻击 先去把他击破下来 好 不怕 控不到我们的 好 这边放一个战机 然后有一只我是击破不了的 因为我没有那个弱点 好 这边选择普攻 开大招 加攻击力 卡夫卡还欠一点点 好 染妹这边普攻 打我一下 好 能量满的这边不急 我先放一个战机 再开大招 要不然会浪费我那个立即行动的机会 好 又到我行动了 好 这边选择 再来一个战机 因为前面留了一些战机点 这边可以疯狂使用了 普攻 好 现在敌人身上的那个卡夫卡 Buff还在了 所以我们不用开大招先 先留着先 好 染妹这边一定要补战机了 然后开大招 好 这里我留下这个战机点吧 以防万一 好 黑天鹅这边选择普攻 因为Buff还在 呼呼也是一样普攻 好 战机点呢 又重遇了 等下我们就可以开多一次战机了 好 卡夫卡一个战机 好 它剩1%血了 等它们爆炸 应该就结束了 再来起来 好 结束 好 第二条血 好 这边黑天鹅开个大招 卡夫卡开个大招 上持续伤害 马上到我行动 来一个战机 好 这里不怕 霍霍的这个 魁血还在 开一个大招 5点血先 我 加攻击力 然后这边减防一定要开出来 前面留战机点就是留在这里 让我可以给它减防 好 这边 普攻 开大招 好 软梅现在呢 底下已经剩下一个点了 所以有一点危险了 下一波我们软梅是需要开战机的 所以要注意看看战机点够不够 好 这边有选择放一个战机 然后开一个大招 然后立刻到我们行动 再来一个战机 因为黑天鹅打普攻就好了 然后霍霍的那个回血还有两个点 所以不怕 所以是够战机点给软梅用的 好 软梅这边又可以补一个战机 然后卡夫卡又还有战机 要算一算啊 提前一定要算一算 要不然不够战机点 软梅这个和霍霍的是比较重要的这边 好 开一个 这样子就保证我们的血量是安全的 而且我们还可以解除掉那个持续伤害 好 开个战机 再来一个大招 再见了 好 结束 打完了这边 最后是21 好的 这期的馄饨回忆分享就到这边啦 如果我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